哈喽哈喽小伙伴们 我是乖乖 我是小鱼 我们现在在美丽的酒寨沟哦 今天我们来到了酒寨有礼 听说里面有很多的非语手工艺品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哇 好可爱的大熊猫啊 咱们快进去看看吧 好大的河桃啊 这些可不是河桃 它们都有个统一的名字叫让酒 这个上面的文路都是自然天成的哟 哎 这里还有建党书签哎 每一个都好精致呀 乖乖 你看这些画好好看啊 这个是景泰兰工艺 又名金丝发廊 是结合了很多复杂的工艺才做出来的 所以看上去才会这么精美哦 哇 这个杯子里还有小熊猫哎 好可爱啊 这个盖子上也有小熊猫哎 快看 这里还有许多的玉手呢 这么多 买哪个好呢 不过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不是大熊猫和金丝猴吗 其实啊 它是个非常可爱的小杯垫哦 这也太精致了吧 这里还有五彩池杯垫呢 大熊猫和小熊猫们都超可爱呀 这还有纯手工的刺绣鞋垫哎 这里的刺绣都是工艺美术大师杨华珍老师的作品 他们已经被列入飞舞者文化遺传了哟 哇 这个书签也太精美了吧 这些金色的书签都是九寨猫的景点 咦 这里还有一排便连小公仔呢 这里的胸针和钥匙扣都好有个性啊 怪怪 你知道这上面的熊猫跳的是什么舞吗 我知道 我知道 它们跳的是熊猫舞 也叫登嘎干奏 是用来驱邪披护和祈祷祝福的 看看这边的抱枕 有五彩池还有大熊猫 还有弹奏男兵曲子的藏族小姐姐 这个杯子我好喜欢啊 上面的图案太有九寨沟的特色了 来来来 赶紧给我买一个吧 瞧瞧告诉你们 咱们的九寨沟还融合了许多国际元素哦 比如说这颗黄金蛋 它可是法国皇家运用的餐具哦 通体全是黄金打造的 再比如说这个茶壶 它可是范思哲和三星队的联名嘛 小伙伴们 你们看到这一整套的茶具没 这套森巴造红 还是我要参加过卢浮宫飞遗展 还有这一套茶具 他们是用骗打工艺敲打出来的银杯银壶 像这类的艺术珍品 这里有太多太多了 每一件都直击心灵 让人过目不忘 姑姑 你看我穿这套衣服好看吗 拜托啊 这是女装啊 啊 这儿还有许多精美的琉璃 每一件都精英这套的 还有许多的藏银食品啊 姑姑 这不是孙悟空的紧箍咒吗 还有翅膀型的梳子呢 姑姑姑 那你看个超有意思的东西 看这件面具是不是长得超奇怪啊 嗯 长得是有点奇怪 其实啊 这是十二生肖的这种面具 每一个都长得非常有特色 他们已经是九寨的飞物质文化遗产了 哦 小伙伴们来九寨沟的时候 记得要来看一看哦 这些被子上的小熊猫 怎么看起来毛茸茸的呀 嗯 没够栩栩无声呢 看我真的想带一头回家呢 哇 这里还有一群各种颜色的土宝树哎 他们可是青藏高原的守护者哦 外表虽然高冷 但内心却温柔善良 看这些精致的金雕看盘 他们是采用双面雕刻 手工彩绘 金属掐丝 等复杂的工艺制作出来的 所以每一个都是艺术征品呢 在咱们九寨游里 还有许许多多像这样子的好玩的 有意思的艺术征品 对了对了小伙伴们 2021年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 马上就要召开了 到时候大家可以来我们的九寨游里参观一下 说不定你会有更新奇的发现呢 世界只有一个九寨宫 九寨宫不只有九寨宫 我是西瓜创作人 原子手作坊 我在九寨游里 日出2021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 圆满成功 我们在这 等你哦